从天而上的暴击 坦承格斗史上最残酷的追杀 UFC历史上的KO画面很多 但能够再入实测的时刻 丹苏这张绝对是其中之一 2009年7月11日 在极具历史性的UFC 100期的比赛中 丹苏的右手重拳将对手比斯平打倒在地 随后又是一记飞升杂拳 将可怜的比斯平打得不省人事 这一幕已经成为了综合格斗史上 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甚至是被注册成了商标 丹苏原名丹·亨德森 1970年出生于美国加州 受父亲的影响 丹苏很小就开始学习摔跤 高中加入了学校的摔跤校队 18岁拿到了州立摔跤冠军 23岁成为了NCAA第一级别摔跤手 大学毕业之后 丹苏拿到过三届全美摔跤冠军 1992年和1996年 丹苏两次入选美国奥运摔跤队 但是遗憾的是 因为某些原因 丹苏没能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 于是觉得老大不小了 这样下去没啥前途 27岁那年 丹苏告别了摔跤队 开始进入了综合格斗领域 并接受了自己的人生指南针 也是后来的UFC传奇战士 兰迪库卓 1997年 丹苏在兰迪库卓的建议下 参加了巴西公开赛 轻战级比赛 本来是打算随便玩玩的丹苏 结果一鸣尽人 连续两场KO 拿到了当晚的四人赛冠军 甚至是击败了当时宏吉一时的贝利·兰迪这样的选手 随后 丹苏又在兰迪库卓的推荐下 接到了UFC的邀请 参加UFC第17期的中量级四人锦标赛 同样是在一晚两场的车轮战中 丹苏再生了后来的UFC次中量级冠军 卡洛斯·牛顿赢得了当晚的总冠军 不过为了追求更强的丹苏 并没有继续在UFC待下去 而是远动重阳来到了当时综合格斗运动中心日本 在拿下五场联胜之后 丹苏被刚刚成立不久的新赛事Pride招了进去 1997年创立于日本的综合格斗赛事Pride 在往后的十年时间里 几乎成了世界上最顶尖的格斗赛事的代名词 而丹苏也在这里贡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黄金时代 在这十年间 丹苏横跨两个级别作战 并成为了Pride历史上唯一的双冠王 其中击败的顶尖高手不计其数 就包括柔树传奇 轮走格雷西 UFC活化时围托 原人安德雷·希尔瓦 2007年Pride被UFC收购 于是丹苏登陆UFC75期 对于这位Pride的双冠王 UFC自然也是给足了排名 一上来就安排了UFC轻量级冠军战 结果五个回合下来 丹苏没能候住十任冠军 蓝人昆顿·杰克逊 输掉了这场比赛 半年后也就是2008年3月1日 UFC再次给丹苏安排了一场 中难级冠军战 这次来的更是一个狠角色 十任冠军蜘蛛安德森·希尔瓦 要知道当时的蜘蛛希尔瓦 已经主宰了这个级别近两年 被当炮灰一样的丹苏 没能撑过第二回合最后的几秒 被后背裸脚降服 结束了比赛 尽管回归UFC后 丹苏连续输掉两次冠军战 但是并没有抹杀掉丹苏的斗志 随后丹苏连续三场连胜 干掉了锁腿大师乌斯玛尔 最能打的高中数学老师 日齐弗兰克林 以及留下了经典绝唱的麦克·彼斯平 之后不甘心的丹苏 又加入了当时另一个北美赛史 Streak Fares 在这里的丹苏总共是打了四场比赛 其中就包括了首回合KO 俄罗斯偶像选手 菲多·艾米·联克 这场比赛也让丹苏的名气 传遍了全世界 好景不长 2011年Streak Fares 被剑城气候的UFC收购 丹苏第三次回到UFC 但此时已经41岁的丹苏 几下生涯也开始接连走起了下铺路 11场比赛只拿下了4场胜利 不过依然还是与将军胡啊 在UFC139期 打满了整整25分钟 这场10世纪的战断 也被评为了年度最佳比赛 2016年10月8日 UFC2047 46岁的丹苏 迎来了自己第一次UFC中量级冠军争夺战 令人伤感的是 这也将是丹苏职业生涯中最后的一场战斗 而对手就是此前被KO 如今已是中量级冠军的麦克·彼斯平 不过回合格外的漫长 尽管丹苏在前两个回合数次击倒彼斯平 但岁月催人老 他的重拳没能再给对手造成致命的伤害 最终极具争议性的比分输掉了比赛 赛号 始终缺少一条UFC金腰带加冕了丹苏 终于扔命 坦然的宣布了退役的消息 很少有人知道 几十年的格斗生涯中 丹苏经历了多少 他满口的牙齿全部被打光 他的鼻鼓在摔跤中完全塌扁 他的耳朵也因为酒精沙场 磨成了蔡华尔 或许丹苏的职业生涯 因为缺失而不完美 但也是因为这些看得见的遗憾 和看不见的付出 才让人对他更加的尊敬 好的 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不错希望能够给小的 点个赞转发收藏支持一下 如果能够点个关注就更好了 这里是黑马格斗 我们下支影片见